产生的问题,这资料下来了,可是画图之后发现错误,为什么?因为这个资料有问题 那有哪些问题? 就是资料跟资料中间一定要把它加一个斜线,如果没有加斜线 在ecell里面不认为它是一个日期,而会认为它是一个数字,数字跟日期不一样 那怎么样修正比较快?当然你不要傻傻的一个一个慢慢加斜线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要一个一个慢慢加斜线的话 那有什么方法来做比较快? 我的想法,如果你不写VBA程式的话 第一步你可以在B栏的地方点一下按右键,插入一栏 第二个的话请你在旁边做修正,修正完把它贴回去就OK了 那怎么修正呢? 其实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把它当文字 那文字的话你会发现前四个字是年 这两个字是月,后面是日,中间串斜线,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 想要把这些修正正确的话把它拉快一点 那第一个你可以先取得它前四个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当文字的话 那如何取得前四个字 前面好像有做过,前就是lapt 左边算过来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前四个字 你会发现它取得多少?取得2023 有没有 那2023后面我加一个斜线,所以and串接的话就and 一个斜线,那斜线记得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就再打一个斜线,有没有,这样的话就不是有2023斜线了吗 然后再加什么呢?再and and什么呢?and11 11的话呢,当然在中间,所以我们就再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函数 中间的话呢,那就是用mid,所以这边有个mid,那一样这个里面的字 我要取第几个字呢? 应该是第五个字吧 取几个字,取两个字 11就有了,按确定 这个是2023斜线11,然后再一个and 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斜线 这样的话就是2023斜线,然后再把尾巴两个字,尾巴的话就是 再and 然后呢,再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right,应该是最右边吧,最右边,或者你用mid也可以啦,不过mid好像比较麻烦 用right的话比较简单,right的话就算 右边算过来,所以这个资料里面的两个字就可以了,011嘛,OK 好,就有了,OK,把它串在尾巴,打个勾,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我就取得 前面的日期就修正为正确 以sale看得懂了 那把它向下填满 底下呢,就全部OK了,有没有,这样比较比较快吧 不然的话你如果像刚刚这样的做,我跟你讲 做到下盘都做不完,而且这个资料还算少的 有的时候是几千笔也几万笔,那怎么做,一定要透过这个公式,所以第1个方法 就是把它用 切字串,laps,mid,right,然后呢,中间串斜线的方式 但问题来了,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 放回去原来的位置 但几个方法啦,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复制 按右键复制,然后你可以把它贴 贴回去,不过你记得不要直接贴 你要直接贴上的话会出错 直接贴的话 它会出现 怎么错误了,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这边公式的来源是这边 结果你把它贴回去,它变成 它没有资料了 那没有资料就变成它这边又找不到 这边又找不到,所以这边卡错字以下 所以你这边把它复制 所以这边范围,把它Ctrl-Shift向下 Ctrl-C,先复制之后呢 如果你要贴的话,记得不要用直接贴 请你按右键 用选择性贴上,有没有 有个方法叫只有值 什么叫只有值,就是贴的时候不要贴上原来的公式 而是贴上 它里面所得到最后的结果的值 贴回去就OK了,把它值贴上 有没有 贴上之后的话呢 这边的B栏就不需要了 所以把它删掉就OK了 所以B栏其实只是过度啦 删掉 这样就OK了,大家发现 资料就是我们要的 就有那个中间的 这个斜线了 那有斜线跟刚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 这边我一样,先选A1 再按序格键 选B27 好,范围悬起来 然后呢,在插入里面找到那个折线图 这边就有,含有资料标记折线图 那你可以看到 点击它之后的话,有没有看到 完全不一样,有没有看到 它的底下 就是它的日期 它的 这个 纵轴的话,就是它的汇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把它拉宽一点来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很清楚嘛 从那个什么 上个月的1号 汇率 基本上是 美元对台币的历史新高了 算是最高点了 所以一路向下滑 所以其实我经常在看汇率啦 因为我看到,哇,下滑,那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假设我有100万的台币 把它存到美元的话 那如果下滑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 下滑大概1块钱 等于是 我就少了3% 3%的话呢 等于是大概差不多 这个多久啊 大概才20几天 等于是假设我100万放在银行 是换成美元的话 那等于就是下滑之后 大概这几天 大概20天 我就少了3万块了 20天少3万块 等于是 一个礼拜就少1万块 所以感觉啦 所以如果有买美元的 随时你光看这个数字 你就惊心动魄了 你就想说,哇,要不再跌再跌 感觉好像钱越来越少了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往上 你会发现,哇,奇怪了 我几个礼拜我又赚了好多钱 甚至有几天 感觉好像一天 一天就赚几千块了 感觉好像是不是可以去吃大餐 而且每天都吃大餐无所谓 不过啦,这个汇率是波动的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平常心看待 所以像我如果赔钱的话 不管赚赔啦 反正我们不要太贪 反正差不多 有个回报就OK 所以 这个就把图给画出来了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先把那个日期修 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Ctrl D一下 OK 所以 这个的话 本来这边的公式 可能要记一下 就是用Lapt 然后再Mid 再Right 中间串个斜线 然后做完之后呢 把这个范围之下贴到这边 记得贴的话,记得用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OK,不要贴错 你可以从上面 或者从这边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那贴过来正确之后再把这个B栏给删掉 删掉之后呢,你就可以再用画图了 选择性贴上 记得动作不要做错 然后这边B栏就可以把它删除 然后在画图 A1 按许个键 选 B27 插入一个这个就OK了 这个 这边有一个 这个美元则线 未来我是希望说 因为有10个栏位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图 到时候先帮我搬到这边来 这边有个M 最好是把它放在上面 M1这个位置 然后呢 它的宽度也是10个栏位 10个栏位大概到 W吧 OK 然后大概10列高 10列高在这里 也就是我希望把它放在这边 那画一个图之后的话 希望画第2个图 第2个图就是人民币 所以日期OK之后 日期然后人民币 也画一个人民币的图放在这边 有10张,所以要画10张图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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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